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墨兰 墨兰是兰花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它的叶片非常的宽大翠绿 而且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那么现在正是墨兰开花的时间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养护 想让墨兰长得更加的旺盛 开花更多,花间串的更多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证适当的光照 墨兰虽然是一种起因植物 但是也是缺少不了光照的 特别是它花芽分化期间 如果缺少了光照 就会导致它无法积蓄更多的养奔 然后就会影响它的生长和花芽的生长 所以我们要给它足够的闪色光才行 第二个就是要有足够的温差 墨兰它适宜生长的温度 是在15到25度之间 但是要想让它开花呢 一定要有足够的温差 这个温差呢至少在10度以上 才能让它呢尽快的串除花间来 如果缺少了温差 那么呢它是很难长出花间的 第三个就是缺少肥料的话也是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什么植物 不管是生长还是开花 它都是需要非常多的养分的 而开花需要的养分呢是更多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墨兰养护期间呢 没有给它吃足够的肥料 那么它就会出现呢 花苞串不出来 或者是长了花间 花间也非常容易掉落或者是尾粘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它补充充足的肥料 那么怎么补了 那么我们在它生长期的时候 就要给它补充充足的 但磷甲均衡的复合肥 可以给它使用一点羊粪啊 鸡粪之类的有机肥 那么等到它花期的时候啊 就要给它补充充足的磷甲肥 磷甲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常用的磷酸二氢甲 将磷酸二氢甲呢 与清水稀释1000倍到1200倍之后 再喷洒它的叶片 叶片正反两面都喷洒到 这样呢大概半个月使用一次 很快呀使用两到三次之后 它就会串出这个花剑来 然后呢开花非常的旺盛 非常多 大家看我这个呢 已经长了差不多 有十多个花剑了 非常的旺盛 就是因为平时的养护工作 做到位了才有这种效果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